高潮不再见 戏剧永远在 大家好 我是范巴斯腾 欢迎来到范巴斯腾说题 我这讲讲一下 我们都清楚 求神梅西和安康廷国家队来京 抢走了欧冠的热度 甚至欧冠冠军 曼城战胜国际米兰夺冠 感觉远不如梅西 他一举一动要重要 那么整个来讲 求神梅西 他这次在北京的什么行程 这阿伯罗求神梅又来叫 你看他见面见的少 现在还有很多都没见过梅西 这个日程安排 有的都取消了 我说是人多取消的 跟你阿伯罗人少 新闻发布会取消 两个极端 不要来碰瓷 再一个人家梅西来北京 安康廷来北京 那干你啥事 你有相在哪呢 你有相现在在啥地方 你找他去 或者让咱们邀请你有相来 但你有相来不了 我们不邀请有劣迹的人 他好几个违反道德的事 都耿着明摆着 我们能邀请吗 是不是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欧冠的决战 阿伯罗求米有的支持 曼城 实际上你们支持曼城 你们是罗黑 为啥 曼城咱们以往就讲了 多次拒绝你阿伯罗赖队 刮吊拉 尤其看不上你的阿伯罗 你说你支持曼城 支持刮吊拉 哎呦我天呐 那你不等同就是 打你那个阿伯罗的脸吗 他反对阿伯罗 你还支持他 怎么的 背叛阿伯罗了 那你直接就再背叛一点 加入我们邱神梅西的阵营 不就得了吗 我们欢迎你 但是有一点 你们得懂球 不懂球 我们不欢迎你 你们这个群体 我还没有发现有懂球的 这又是一点 再一个 居然开始黑哈兰德了 为啥 2021年黑来万咋黑的 他说来万能跟邱神梅西竞争金球奖 说密来万 后来为什么黑 金球奖给人没气以后 就是来万不行 就知道你 不能指望 如今对哈兰德不也这样吗 哈兰德最近 连续几战的关键战 零进球 甚至 就是说连一点作用都没有 很小 他们又开始 这个说哈兰德不行了 这个不能 这个指望你 你看看吧 你一千米的 在这个欧冠 这个决赛进行完以后 这个我们的青手国尼姆兰德决赛中输给了曼城 但是呢 哈兰德又是颗粒无收 而且被球迷戏称为是疑似上场 人了 没了 所以说在这个欧冠冠亚军产生以后 这个欧冠的金 就是说热度也已经马上没有了 这个整个金球奖的赔率出来了 啊 球神梅西 在欧冠前和欧冠后都依然啊 比较大的优势领先 也就是 以球神梅西在 2022到2023赛季的 啊这种发挥获得的无数的个人和集体荣誉这成就啊 可以保证球神梅西获得个人目前的啊第八个进球奖 哈兰德因为连续在关键战中连续多数战不进球 而且发挥很差啊 甚至权罪对积分 呃 那么这个以往我们说了 他如果在欧冠中能够进球啊 这个在一系列半决赛四分之一决赛都能发挥的非常好 他有望能稍微威胁球神梅西一下 如今啊 你这连续几战半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包括这个这个决赛都不行啊 你还搁啥威胁球神梅西啊 那不看天妄叶他 是不是啊 但是呢 他这阿伟罗这些粉丝啊 他偶像现在在沙漠呢 啊被人施舍个亚冠名额啊 他们现在又是碰欧冠的词啊 说了这个 开始喷贝尔啊 那贝尔你这小子 人家记者采访 你作为皇家马德里的球员 BBC组合之一 也是皇家马德里 获得五个欧冠的这个球员 你居然 跟记者说啊 获得欧冠的所有球员中的最佳 是梅西 这家伙 哎呦 贝尔现在 他们这个球迷是说贝尔开除我们这个集了啊 我们BBC组合变成BBC了啊 一个B就贝尔这点 不要你了 我想说的是 那人家本泽马这个B啊 人家加盟这个吉他联合啊 一年两个亿欧元以上 比你阿伟罗合同大啊 然后明年人家吉他联合呢 实力还比你利亚德这个胜利强 本泽马还依然是能够踢欧冠的啊 甚至能获得这个很多进球的这个水准 那人家在吉他联合 血虐你利亚德胜利 把你阿伟罗直接踢崩溜了 你们是不是又得说 本泽马不尊重阿伟罗了 那这个BBC组合 是不是这俩B都得开除 变成C组合了 但你这个C没人要你 你想回荒角马德里 人家要不是底线人不要你 要不就是让你当个行下大使 但人家对连续就是说在欧冠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决赛中两进制胜球的贝尔 以及这个被人家黄奖马德里称作欧冠先生的本作马 人家都很尊敬 最后被取缔出BBC组合的 很可能就是你这个C啊 你自己还没个数 所以说呢 你们这个碰瓷这个求神梅西 你说你们这个偶像 就这样 完了你们还什么呀 怎么怎么样 抢人家梅西来北京热度 人家来北京 你们嫉妒 求神梅西的球迷们给梅西在 这个这个全国各地的著名地标啊 包括上海外滩啊 屡次的灯光秀 包括马上又要有了 你们也记录 那你没给拜一个呗 整半天你说你有啥用 人家梅西的这些球迷在 这个酒店在哪直播 说看梅西 你们说呀你看他不处理 那你们不也很关注这个事吗 还有一些买球票去这个工体看球的 还晒 咋的你们成梅西球迷了 哎呦天 我们求神梅西的球迷啊 档次很高 最基本的标准得懂球 你们有一个懂吗 啊 没有了 承认基本事实吧 你们在这抬高你那个偶像阿维罗 他始终他也就这样 啊 这个如今国际足坛给他排这个历史地位 基本上这啊 多数就是第几名或者这个前十左右 享受这个时候吧 还算最高排名 再过个一年搞不好 这前十都没有你了 求神梅西历史第一人 你们能改变了吗 国际足联还是全球听你们的 消停点算了啊 好了 我们今天这讲讲到我们下讲 再见